不要以为这回中国人是抱着五块金砖啊 就会引领世界扬眉吐气了 你自己抱的是什么还真不一定 其实呢 易中天写的一段话早就挑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只是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中国梦里没醒过来 易中天是这么写的 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不是经济和物质的距离 而是思维和价值观的巨大鸿沟 全世界适用的逻辑学和普世价值 被我们拒之门外 一百多年过去了 愚昧对文明的仇恨与抵制一如既往